双鱼座 双鱼座多愁善感出了名的玻璃心 一方面是因为双鱼的感情细腻 情感丰富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双鱼的人比较喜欢表现软弱 弱小的感觉 在恋爱中很容易没有安全感 没事就会胡思乱想 想到伤心处就会忍不住掉眼泪 巨蟹座 巨蟹座是12新作中最多愁善感的新作 它们感情丰富 若一不小心触动了它敏感的神经线 绝对分分钟化身黎妹妹 黎花又带雨 一般巨蟹座的人哭得都比较低调 不会让自己的哭声影响到别人 而且不需要别人哄 处女座 处女座看起来有些冷冰冰 但其实它们是比较敏感的 而且情感也比较丰富 处女座的人一般都比较爱哭 它们哭泣的原因大都是因为情感上受了刺激 或者某些场景让它们身有触动 忍不住的想哭 所以说处女座也是12新作中爱哭鬼 更多有气有料的新作解读 上西瓜视频 关注辣椒新作 我们不见不散